嗯 我跟你说 你们真的不是 尤其是哥对你太失望了 为什么 一点都不打配合 然后你很冷静的跟我说 看到了 确实看到了 哈哈你这个破的这么大呢 对啊 我跟你说你们自己 不相信你们来到巴黎怎么做 我们一直很相信 但总之的 主要是逼他这个导游啊 确实是有点你知道吗 老在挑别人的问题 是我不好了 我懂了 我听出你们说那意思了 那你道歉吧 不是你看浩哥在的时候多这么紧 大家多认真 你看你来以后 完了 你能理解吗 我想前往下一个地方 好好好 那这样吧 我们这个已经完美的结束了巴黎 太好了 来来来来来 看下一个环节是什么 结束了这个法国巴黎之后 我们的假想之旅第二站 我们要去一个卫星发射中心 走吧 好不好 不是 等一下 停 谁是导游 第二代 我 我反正觉得只要你正常来 基本 就是绝对不是那个垫底 凑几个环节 应该不会再插过第一个环节 陈飞宇 在 接棒 希望你能把导游这件事办得更好 那一定的不用你 疯疯疯我的 一定的疯疯 然后有人用你 放手 走吧 坐飞机去吧 谁是导游 听谁的 你刚刚听你的 那怎么着 怎么着 走啊 走 好 走 远吗 有点小雨 路上有多长时间 半小时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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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觉得可以睡一会儿啊 睡吧 陈飞 是不是 我觉得 既然是一个 假想当中的旅行 对 就让我在 睡梦当中 真正的旅行一次吧 你可以先想象一下 这个卫星发射中心 今天我觉得海放派 这个研究啊 其实不管研究什么样的旅行 更多的考验的是 我们的信念感 对 你没发现 小的时候信念感极强吗 对 因为知道的时候 就给你一个什么 破的这个什么木棍 你就已经变成孙悟空了 对对对 说现在 你是 你来当谁是谁 哇 你这一天 都老开心了 哇 这个有点像 我以前打歌的时候 对 戴那个舞台那种 对什么 对啊 你打过歌吧你 我看过他那种 那时候一天要打几个场吧 一天一个场 但是要等到屁股 屁股都要做烂了 那几点就是中午化妆 然后等到晚 不是 早上你分三波 第一波呢是彩排 第二波是摄像的彩排 第三波就是现场了 嗯 但也有一些是预录的 就算预录 你也得在现场 再跳一遍啊 因为现场有观众 所以变成是什么呢 那早上四五点 就三四点就去化妆间 然后化妆 化妆 化完转了 去到那里六点多七点呢 就 就彩排了 你彩排完了以后 你又等 等他十一点 十一点多的那个 你的 彩排 或者你的录像 或者你的录像 然后呢 现场 就大概是四点到五点了 紧张吗 就 一开始蛮紧张的 刚刚说到 嗯 到现在就可能 没干 不是紧张的 是兴奋 兴奋 恨不得 来多几遍 赶快 嗯 这很大 很大声 好 打歌了 打歌了 don't call me baby you call me my name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打歌了 打歌了